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上一集讲过UR2C DSP面板的基本使用了 现在我们单独讲讲里面的压缩器怎么调 我们给通道插入通道条效果器之后 通道条的界面就会弹出来 左边这个是压缩器 右边这个是EQ 压缩器是个非常有用的效果器 它可以让声音变得更加紧凑更加有力更加结实 还能让人听到更多的细节 所以一定要学费怎么用 下面简单简讲压缩器的使用原理 首先这个是启动时间 这是用来控制压缩器的压缩笔 从不压缩到压缩所花的时间 所以启动时间越长 对音头的保留就越多 这个是释放时间 是压缩笔从压缩到不压缩的时间 一般要短一点 这个是压缩笔 超过预值的信号 就会按照这个压缩笔来进行压缩的 而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预值了 是用来设定压缩器启动的电瓶的 当然一般是用TESTO 这个英文来表示的 但这个坑爹的亚马哈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叫 拽 拽你妹呀 当然如果你刚刚压根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是搞音频的人 一般都搞不懂这几个参数的作用的 所以你跟着我的套路 来设定这些参数就可以了 首先把启动时间设置成30毫秒 释放时间100毫秒 压缩笔1.3 如果唱歌话筒的压缩笔太大 歌手会有明显被压住的感觉 就好像在你的话筒上面加了一吨石头一样 让你的音量上不去 所以歌手唱歌一般给小一点的压缩笔 这里的1.3比1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里的预值是关键了 我们要一边唱歌一边慢慢拖动这个预值 知道这个表示压缩量的 GR表头去到-3到-4左右就行了 这音量不要超过-6 设定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 怎么加了压缩器声音小了那么多呢 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叫压缩器肯定会把你的声音压缩变小的 所以我们要在输出争议这里 把我们被压缩掉的音量补偿回来 让压缩后跟压缩前的音量一样 这样子你开关压缩器的时候 就能听出加不加压缩的区别了 还有大家看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压缩器的额外功能 塞嵌测链压缩功能 我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到 在这里加一个测链功能到底有什么用 所以大家直接点灭它就可以了 如果想学习测链压 在原理和使用方法 可以看我以前做的那两个视频 还有上面教的是一些 比较简单的压缩器用法套路 你也可以开发更牛逼的套路 还有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每一个参数的具体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做的另外一个视频 压缩器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后面我们讲讲EQ怎么玩 淘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一家写着愤怒的调音师的电窝 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 月发彩海 让千人生公命在风青山 路发已不在 何生已生 某个人喊 一片长满一种我定下 不是 不过我不断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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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